被郭敬明当中质疑演技 是沙逸从22年来受过最大的委屈 这一幕出自一档演进来综艺 在节目中 沙逸被要求饰演一个准备离婚的中年男人 在当他看到郭敬明的剧本时 有着22年表演经营的沙逸 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沙逸觉得 两人到了中年还会提出离婚 说明此前已经吵了无数次架了 真到了离婚这天 两人的谈话肯定是很冷静的 可不曾想沙逸的这一方话 竟直接点燃了郭敬明的怒火 如果你要改你的 我就得连着他一起改 在郭敬明看来 两个人离婚就应该有激烈的争吵 这样才更有看点 可沙逸却不敢沟通 生成这样的表演过于戏剧化 因为我觉得这个偶发事件太戏剧了 戏剧就是假 其实就是假 如果是一个常态的话 就特别的生活 特别真实 或许是沙逸的话 让郭敬明感觉自己的导演权威受到了挑战 于是他便开始将问题转移到演员身上 指责沙逸乱改剧本 说他没有作为一个演员的职业素养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我们天行是我尊重剧本 在剧本哪怕很荒谬的情况下 我得让他合理化的去实现 而不是说我绝对我演不出来 那我就要改 听到自己的专业能力被人质疑 沙逸自己也是一惊 但是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 他只能按照导演要求的形式来 在拍摄完成之后 郭敬明被自己的作品感动到流泪 可观众却毫不买账 纷纷指责表演太过浮夸 脱离现实 尽管大家评价不是很好 但郭敬明的作品 却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度 与此同时 备受关注的还有郭敬明那颗玻璃心 在某档综艺中 导演们先是挨个儿展示自己拍摄的作品 再分别由其他导演来评价 一开始 所有人都是客客气气点到为止 可到了郭敬明评价耳东声作品时 他却给出了与众人都不同的观点 将儿道的作品评价的一无是处 我不喜欢这个作品 四个特别好的演员 在这个剧里面其实空间挺小的 说实话 就说实话其实就编剧跟导演不好 原以为这是由于郭敬明敢怒敢言 劝不了二东声接下来的一番话 则直接扯掉了郭敬明的折袖布 一时间 郭敬明被怼到语色 只能缠耳东声中途离场的间隙 掉起了眼泪 真的让返回来的耳东声 看到满脸疑惑 无奈之下 只能和郭敬明握手言和 这一步操作下来 夜上网友知乎好家伙呀 但不管怎么样 此为导演 好作品才是硬道理 希望小四还是多在作品上 下下功夫吧 号称TVB人肉发电机的蔡思贝 仅仅出道9年 绯闻男友就高达15个 可谁又能想到 这样一个撩扁娱乐圈男性的人 却在黄松泽身上吃了鞭 在TVB55周年台庆上 蔡思贝挽着王浩欣的胳膊 妖娆地走到拍照处 脸上也近一时透露着 一副得意的神情 而明明是同一场活动 王浩欣的老婆陈自瑶 却是独自出席 就算场内同框 两人依旧是没有什么交流 也正是蔡思贝 这种第三者逼宫的架势 迅速引起了吃瓜群众的关注 要知道 王浩欣与陈自瑶 绿四传出婚变 已大部分都是因为 蔡思贝的介入 而在最后大合照环节 蔡思贝也依然不避嫌 明目张胆地 与王浩欣站在了C位 陈自瑶则远远地站在了后面 而蔡思贝之所以敢这么做 完全因为她有着十分娴熟的差异 在一次节目中 蔡思贝毫不掩饰地说 自己是独立女性 对于生命受伤这种事 不会到处跟人讲 她转头在采访上 她便用夹字音说自己的胳膊擦破了皮 说话间 还不妄想身后的男生身上抗 这种不经意的接触 也让大多数男生无法抗击 配上自己恰到好处的撒娇 使得蔡思贝出到没多久 就已经绯闻满天飞了 尽管蔡思贝展览无数 可以像有皮帅之上的黄宗泽 却不吃这一套 每当看到蔡思贝在自己面前撒娇 黄宗泽总会不如留情面地对回去 在大家都在为新剧宣传时 作为跟自己有感情线的蔡思贝 黄宗泽则是全程无视 反而跟另外两位女生有说有笑 甚至在听到蔡思贝讲话时 黄宗泽直接将脸看向一旁 全程都与蔡思贝保持距离 而两人在被问及剧中戏份时 蔡思贝则是直言两人火花很多 大家的想法是多得导演话够啊 搁到了黄宗泽这边 他就差把部署卸链上了 不得不说 蔡思贝遇上黄宗泽就断位嘛 还是差了点的 如果沈登老婆王琪 没有带着一家老小当众逼婚 或许沈登就会娶了玛丽了 如果我不娶王琪 我就是一个罪人 2013年 沈登与王琪一同参加了一档真人秀 节目里沈登遭到了女方家人的花式催婚 在刚一进门 王琪妈妈便安排沈登和七大姑八大姨坐在一起聊天 而大家聊的话题啊 三句不如立结婚 听到这两个字 沈登尽管不能在镜头面前说些什么 但表情还是表达出了不满 可这还没结束呢 一打家子人轮番上阵 从结婚到抱孩子 迷离阿里的点着沈登 事后王琪妈妈更是在采访中直言道 自己是故意的 一副妥妥要逼婚的价值 我就是故意安排他们几个 不说一首沈登他们俩的事 或许是迫于舆论的压力 沈登决定在节目中向王琪求婚 终于得逞所愿的王琪 痛哭着答应了沈登 可嘴里说出来的话 却让人略感不适 我最大的心愿 我全家人 最大的心愿 我全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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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全家的愿望 颇有种携带全家家善疼的意味 可就在王琪失声痛哭的时候 一旁的沈叔叔表情 看起来则是四笑非笑 甚至和白脸也岳父岳母 这一举动 依然不少网友认为 沈登的求婚 只是为了赌注 犹犹中口 而真正让他上心的人 则是玛丽 拍摄夏洛特反倒时 两人之间的吻戏 拍了九次都没过 当玛丽开玩笑地说了一句 是沈登嫌弃自己时 一旁的沈登 则立刻否定 不计如此 沈登更是在节目中大方表示 玛丽是自己的底牌 其实玛丽是我的一张底牌 或许正是这银丝丝的互动 让王琪有了危机感 所以她开始在节目上 宣示自己的主权 在一档喜剧节目中 沈登和玛丽有一段借位吻戏 而王琪作为亲友圈 登上舞台后 观众们便其后 让沈登亲一个 可没想到 王琪一脸嫌弃地 推开了沈登后 又当众表示了 对玛丽的嫌弃 此话一出 一旁的玛丽只能尴尬地笑笑 见状主持人连忙解释 指示接位 可王琪依旧不慢 这件事后 玛丽可能是察觉到了 对方的敌意 开始对沈登避嫌 就连登台的时候 也是挽着艾伦的手 直到多年后的 一个电影发布会上 两人再次合体出镜 沈登拿出了 提前草好的向日葵 这也是夏洛 想送给马东美的向日葵 算是对这对 多年搭档的总结了